那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呢 它不是打游戏 它是一个真实的场景 就是在上周六 2月10号的一天 希腊海岸警卫队 组织了一个特别任务小组 在爱秦海的西俄斯岛西边 约四海里处 拦截了一艘载重 4万6千吨的成品游轮 我们看这个画面 它是第一视角 从这个画面里清楚的看到 该组成员全副武装 持枪登轮 直接就逮捕了这条游轮的船长 理由是船上有三名验船师 被绑架了 这个是我在航运新闻上看到的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怎么会搞出这么大动静呢 咱们今天就这则新闻 从业内人士的角度 去解读一下 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艘成品游轮 名字叫Arena One 它是建于2002年 2002年下水的 到了2021年的时候呢 就有交由迪拜的一家管理公司来管理 是帕劳注册的 也就是说吧 这条船的船龄是高达21年 确实也是一条老船了 到了2023年的时候 9月份 在一次港口国的检查当中 是在德国的某港 那这条船就被扣留了 扣船了 这里简单说一下 这个港口国检查 也就是船上常说的PSC检查 这个也叫港口国监督 它主要是针对到港的船舶 实施全面的检查和监管 它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这些船舶 达到各种公约规定的要求 以达到一个安全指数 你达不到的话 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船被扣留 因为PSC它有扣船的这个权利 所以说PSC港口国的这个检查 是船舶各种检验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 那么船东和船员 面临PSC检查的时候 往往都是如临大敌 这条船当时一共被查出来 42条确实 42条是不得了的数字 非常庞大的 那其中被扣船的原因 我给大家念一下 辅助发动机缺陷 救生艇不能随时使用 燃油转换程序 可能导致违反船舶防污染公约 还有就是设备维护和人员的培信问题 那这些是扣船的原因 我想我也不用再过于去详细的解读 因为我们单从字面上来看 就已经是触目惊心了 那其他非扣留项目是什么呢 涉及到全船的警报系统失灵 船体腐蚀 操作性安全 维护保养和其他的问题 以及船员的工资问题 连这个都有 也就是说吧 这一条船 它是全方位 无死角的诠释了 什么是一条烂透的船 什么是烂透了的管理 在被扣留83天之后 这条船被释放了 释放肯定是有前提的 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是船中承诺 我船要开出去到迪拜进行维修 因为刚才说了 他的管理公司在迪拜 所以呢 船要开往迪拜去维修 这个就作为释放的前提条件 他就此和港口国的检查机关 达成了一个协议 最终才被放行 可是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呢 他并没有去迪拜 他德国开出来 他直接开土耳其去了 那这就让这个德国的PSC 他所处的港口国是巴黎亮点备忘录 他就震怒无比 那在2024年的1月份 因为这条船 你没有旅行你的约定 没有完成商定好的这个维修 所以对其发布了永久禁令 也就是说 巴黎备忘录所属成员国的港口 他一律都不能挂靠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惩罚 那根据希腊当地的新闻媒体报道说 说当时这条船的船东 他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说我当时已经同意将这条船出售 出售给希腊某利益集团 所以呢 我才让这条船去托尔西嘛 在那个地方双方进行买卖的交接 那船东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给的是这样的理由 那么报告又称 出售和移交即将完成 那这时候对买方就有动作要求了 于是买方就派出了三名验船师 登上了这条船来实施检验 这个好理解哈 就跟我们买房子一样 成交之前是肯定要雇用验房师来验房的 他是有这个步骤的 船上也一样 所以这三个人登轮他就是干这个去的 这也没什么验就验呗 对吧 把工作完成 只要那船顺利卖了就好了呗 但是在这个移交完成之前 正在验船的过程当中呢 又出事了 这条船被第三方给扣押了 说是欠人家一百万美元 有债务问题 所以说大家看吧 这条烂船摊上了这么个烂公司 又赶上这么多的烂事 那真是乌漏偏风连阴雨 行船又欲打头风啊 于是乎就在这种扯不清的背景之下 负责验船的这三个倒霉袋 他就留在了船上 因为他活没干完嘛 对吧 我到底走还是不走呢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这条船的船长就找到他仨 告诉船上的人 他说我啊 要把这条船 咱们从这个毛地啊 移到另外一个毛地去 当时这条船是在土耳其的 伊兹米尔这个地方啊 这个伊兹米尔是土耳其的第二大港 是个省会城市 船长说我要移驳 不是移驳啊 就是移毛位 那这个三个烟船师一听 无非就是换一个地方抛锚嘛 也不开出去 就没说什么 可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什么 这个船长啊 根本就没有移毛位 而是把这条船直接开出去了 驶向大海 带这仨就走了 那这位船长说 我啊 把你们三个留在船上 是为了凑数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船现在啊 船员人数不满足 最低配员证书的要求 所以呢 把你们留来凑数 这样咱们就能开走了嘛 这就是原因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三位老哥 当时听了船长的解释之后 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说后续有些报道呢 说他们是被锁在船舱里的 当然另一些报道也说呢 是没有被关押 只是被留在船上 那么具体的事实 到底是怎样呢 还没有定论 尚不明朗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船长把这三个人留在船上 是违背他们的意愿的 这是铁的事实 那么这个三位验船师 马上就联络案上 最终就导致了 开头那一幕发声 希腊的海岸警卫队 武装逮捕了这位船长 那人家给出的理由 就是绑架了 以上呢 就是这则新闻的主要内容 咱们从现有的报道啊 不难看出来 不管是这家船东 还是这位船长 他们对船舶的运营和管理 那确实是一塌糊涂 而另一方面呢 却又是谎话连篇 胆大妄为 最终导致了扣船 逮捕 这都是情理之中 那咱们单就这位船长来说啊 说一下我的看法 我觉得除非 他是持有船东的股份 而且呢 这个份额还不小 你否则的话 这个人就是愚蠢透顶 人魂胆子大 因为假设他有巨大的利益 被牵扯进来 那么就不难解释 他上述的种种行为表现 都是为了给自己赚钱嘛 对吧 给自己家挣钱嘛 咱们说 从一定的角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他仅仅 就是一名船东雇佣的船长 就是我挣船长工资的 没有股份 那他的这些行为 看起来就是匪夷所思 令人难以理解了 我们知道船长 除了履行自身的职责之外呢 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船东的代表 是该船指定的责任人 那出了事 就是船长来承担责任 也确实如此 但是即使如此 我们说在事情的 不断演变过程当中 你作为一个船长 你总不能毫无底线嘛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 对吧 你总不能明知违法犯罪 你还要一条道跑到黑吧 所以说呢 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事出皆有因果 这是我的看法 那大家对这些怎么看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 感谢您的参与和关注 那咱们这期就聊到这里了 下期和您再见